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的经文 马可福音第十一章 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 就是耶稣咒诅无花果树 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 是十一章跟十三章 因为我觉得是连在一起的 那上个星期 少明跟我们分享的时候 是告诉我们 我们要全心全心来爱神 那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看到 耶稣他是凯旋进入耶路撒冷 然后就被这三个 对他凯旋进入耶路撒冷 他洁进了这个圣殿 他咒诅了无花果树 就是今天我们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看到 然后耶稣他的权柄遭受质疑 他受考验 然后被拒绝 这是上个星期 少明让我们看到的 记得吗 他耶稣在圣殿教导的时候 是被周围的人 法利塞人 文士他们质问 然后呢 第十三章 马可福音第十三章 就讲到 耶稣预告圣殿会被毁 所以为什么我说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 是十一章跟十三章呢 是因为我相信耶稣基督咒诅无花果树 无花果树被枯干了 是一个预言 是一个记号 记号什么呢 圣殿也就会被毁 那耶稣基督他 洁净这个圣殿第十一章 我们先看一个图案 这个图案就是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的第一节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 你可以看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的一节 第一节 第一节说 耶稣和门徒将进耶路撒冷 他到了哪里 伯法奇和伯大尼 在橄榄山那里 所以我给你看这个图案 就是要让你看到 他要往耶路撒冷 他经过什么伯法奇 还有他要去伯大尼 所以这个地方 其实是蛮附近的 那我为什么要给你看这个 是因为其实第十一章 他圣经经文给我们看到 耶稣是晚上住在伯大尼 白天的时候去耶路撒冷 去那个圣殿的地方教导 然后晚上又回到伯大尼 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一直进进出出 进进出出 那为什么这个东西 这个顺序 进进出出重要呢 因为他 十一章 他先 凯旋进入到耶路撒冷过后 他是第一件事情 他去圣殿 他看到圣殿的时候 那个时候已经是 应该是差不多傍晚了 所以他就离开 耶路撒冷 往伯大尼去 各天 他要往 所以第一 我再讲多一些 就是他已经进到圣殿 他已经看到圣殿的景况 他的 那个 圣殿那个时候 对耶稣来说 已经是没有达成 神原来对圣殿的 这个期待跟期望 因为圣殿本来就是要 为万国祷告的殿 但是他已经成了一个贼窝 意思就是 在那里的人一直买卖 但是耶稣第一天 他没有做事情 因为已经要傍晚了 他就去伯大尼 各天他要往圣殿的时候 他看到这个无花果树 他就往这个无花果树看 有没有果子 发现这个无花果树 没有果子 就刚才Grace读的那个经文 他就说 那就从现在开始 再也不要让人 从你这里吃果子了 所以你可以想象 他的意思是 对无花果树咒诅 但是他的心里面是对什么 圣殿说话 就是神已经要开始 审判这个圣殿 从今天以后 不要再让人 透过圣殿来到神的面前 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这个管道 他要封住了 那如果人不透过圣殿来到神的面前 那人要怎么来神的面前 耶稣就说 靠着我要在耶路撒冷成就的 就是我的死跟我的复活 让人可以来亲近神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一些经文 我们来看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 十一章 耶稣就进了耶路撒冷 就入了圣殿 周围看了各样的物件 然后天色已晚 对吗 我刚才跟你讲已经傍晚了 就和十二个门徒就出城 他们就往伯大尼去 第十二节 第二天 他们从伯大尼出来 耶稣饿了 就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 树上有叶子 就往那里去 或者在树上可以找找什么 到了树下竟找不找什么 不过有叶子 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 耶稣就对树说 从今以后 有没有人吃你的果子 他的门徒也听见了 第十五节 他们来到耶路撒冷 耶稣就进入这个圣殿 他就赶出圣殿做买卖的人 推倒兑换税利 赢钱之人的桌子 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 也不许人拿着器具 从殿里经过 便教训他们说 经上不是记者说 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 你们到使他成为了贼我 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看 这个顺序是很清楚的 然后呢 各天第二十节说 早晨 他们就从那里经过的时候 就看见 无花果树是连根都枯了 枯干了 彼得就想起 耶稣的话说 就对他说 拉比请看 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 已经枯干了 耶稣就回答说 你们当要信服神 我们就 我们喜欢读这个经文 因为他接下来讲的话 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 投在海里 他若心里不疑惑 只信他所说的必成 就必给他成了 所以我们喜欢是因为 哇 不管什么山 如果我们信靠神 我们就可以对这座山说 挪开 那我就 我的家的外面 曾经有一个 有一棵这个木 木瓜树 那如果这个木瓜树呢 不能结果子 我能不能够跟那个木瓜树说 我咒诅你 从今天开始 不能够再结果子了 你觉得我们人的祷告 有这样子的能力吗 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好像我们读经文 我们读的时候 如果我们看那个上下文 我们不看耶稣到底 他在讲什么 我们就可以乱用嘛 断章取义 就让他说 什么东西我都可以挪掉 这个山 我不喜欢的挪掉 我不喜欢的老板挪掉 这座山是哪一座山呢 刚才我不是给你看的 那个图案吗 那个地图 那个山指的是 圣殿的那个西安山 所以耶稣基督是说 你可以 你要信靠神的意思就是 不要再看这座圣殿了 因为这个圣殿是建在山上 不要再看这个圣殿了 直接可以信靠神 耶稣讲这句话 其实他的目的是要告诉 不只是犹太人 他也要告诉外邦人 因为有圣殿 外邦人是局外人 他们是管圣殿的人 就会禁止妇人妇女 还有禁止不洁净的人 不洁净的人就是外邦人 禁止他们来靠近神 不是说管圣殿的人 明白吗 所以当这个圣殿被挪开的时候 就是神或者人可以直接 信靠这位神 这就是上帝 透过耶稣基督 要成就的事情 OK Amen OK 所以我们来看 如果圣殿被挪开了 圣殿被挪开了 那我们要 我们的罪要怎么得赦免 圣经就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在第25节 他说 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 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 就当饶恕他 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 也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若不饶恕人 你们在天上的父 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知道 饶恕人的罪的这件事情 只有透过 献这个祭 那个时候就是献羊 献这个羔羊 或者山羊 但是呢 如果说有一天圣殿没有了 那不能够再献祭了 那罪要怎么得赦免 耶稣就告诉 他的十二个门徒 从那天开始 他说你可以 就是奉我的名 你饶恕谁的罪 父就饶恕他们的罪 这个权柄 不是在祭司的手上了 这个权柄 现在在这十二个门徒的手上 因为耶稣基督 已经开始一个新的工作 所以每一次呢 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都来自己祷告 然后牧师也一起 我们祷告说 求主祷告什么 主祷文嘛 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也赦免别人的罪 现在不献祭了对吗 现在就是因为我们祷告 透过奉耶稣基督的名 罪就得赦免 神就在我们的当中 所以我觉得这个经文第十一章 他主要要告诉我们的是 我们现在从今天开始 可以直接 直接透过耶稣基督 向神祷告 向神求 祂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的罪就得赦免你 我们要看一个图 就是这个西绿的殿 西绿的殿呢 这个西绿的殿不是很辉煌吗 你看到吗 这个是 当然 不可能那个时候 有一个人拍这个照片 这个是 应该是有人去 去考古学家 还是有人去做的 但是 看起来 那个时候的人是说 OK 我们是说 耶稣基督 祂是公元 我们算是 公元三十年 OK 祂被钉死之甲 祂就复活了 对吗 就升天 从三十年 到圣殿被毁是 公元七十年 所以整整有四十年的 这个 这个时间 这个四十年 发生什么事情 门徒就到世界各地 传这个福音 OK 圣灵不是降临了吗 他们就传福音 好 那从三十 公元三十年 你觉得这个圣殿 什么时候才盖好 公元六十三年 意思就是 耶稣基督 祂咒诅 或者祂 祂预言 这个圣殿被毁 公元三十年 对吗 还要等多 三十三年 到公元六十三年的时候 这个圣殿才被毁 而且呢 门徒看到这个圣殿 已经告诉耶稣说 哇 这个圣殿很漂亮 那个只是公元三十年 他还要花多三十三年的装修 跟装修 才达成这样子的一个圣殿 而且那个时候 他们是说 这个圣殿 它是用白色的这个 Limestone 叫做大理石 所以从远远看 因为它是在一个山上 从远远看 好像是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日本的富士山 富士山上面不是白白的吗 所以感觉看起来好像这个山上面有一个白白的东西 很漂亮 这个你要知道 为什么你要 为什么我们要知道这个东西 因为耶稣说 再漂亮 神不要了 就什么 就不要了 神不要 因为这个东西 没有帮助人来靠近神 他反而阻止人 对吗 他反而禁止他排他 就是一直排斥别人 所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 一个slide 就是这个圣殿 它成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建筑屋 这个圣殿的守护者 他们富裕 却欺压百姓的生活 还有第三就是 这个圣殿所刻画的神 是一个排他 不公义的神 为什么这样子说 因为如果你那个时候是一个穷人 妇女 寡妇 你一直看到这个 看守圣殿的人 穿着越来越富裕 但是他们越来越穷 然后呢 又不能够靠近这个圣殿 因为他太过 圣洁 你懂我意思 造成 给人的一个印象 这位神 这位耶和华神 给人的印象是 他是一个排除 排斥人的一个神 所以耶稣基督来 他就是要故意 或者应该是说 特意 神 透过耶稣基督 就是要做一个 人没有想象 人 怎么聪明都想不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辉煌的圣殿会被毁 而神要建立的一个新的殿 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 有一个新的复活的身体 然后呢 升天 然后告诉大家 你每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的时候 我就在你们当中 你们教会就是我的店 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所以我觉得这位上帝 他就是这样子 所以圣经说 眼睛未曾看过 耳朵未曾听见 还没有进入人心 神预备给那些爱他的人 他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马可福音读完过后 我们要读完了 下个星期 少民讲最后一堂 然后谢庆福牧师来 然后我们就开始看 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又再次的把这个概念 带过来给我们看 保罗就告诉大家 神在他们当中 哥林多教会 他们就是神的店 圣灵已经居住在他们当中 这个是重要 听懂了 就会帮助你读圣经 明白圣经 OK 好 那我们就要看第十三章了 那我们看第十三章的时候呢 什么东西是重要的 我们每次读十三章啊 我们都会想到 这是讲到末世 就是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 然后呢 我们就想哦 读圣经哦 你看啊 读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然后突然间就跳到2021年 接着我们不应该这样子读圣经 我们应该 还是处在这个上下文 所以我们要看第十三章的第一节 第到第五节 我们先看 他说 耶稣从圣殿出来的时候 有一个门徒 他在哪里出来 圣殿 这是非常 从殿里出来的时候 就有一个门徒对他说 夫子请看 看什么 这是何等的石头 何等的殿雨 就是这个圣殿很漂亮 耶稣就对这个门徒说 你看见这大殿雨吗 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 留在石头上 不被拆毁了 这个是主要重点 耶稣基督讲的是圣殿被毁 就跟那个咒诅无花果树一样 第三节 耶稣就在橄榄山上 对圣殿 对着圣殿而坐 就是看着圣殿 他对面这样看 他在哪里 刚才我给你看的图 和那个地图 就是他在橄榄山 他看着这个圣殿 第三节 彼得 雅各 约翰和安德烈 也暗暗地问他说 请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 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 有什么预兆呢 所以这些事是什么事 上下文已经告诉我们 这些事是指着 耶稣基督刚才讲的 我告诉你们 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 留在石头上 不被拆毁的 你明白吗 如果我是门徒 耶稣基督讲的这句话 指着这个圣殿 我一定暗暗地来问他 真的吗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圣殿 什么时候 我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那你不会觉得是一个 当然是一个大件事嘛 因为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 他们最重要的东西耶 圣殿耶 那什么时候会发生 那难道 要发生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开始知道 我们要知道 怎么样子去 去面对这样子的事情 去应对这样子的事情 这个就是他们的问题 所以耶稣就说 你们第五节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为什么呢 你觉得为什么他们会被迷惑 我不是刚刚才告诉你了吗 公元30年到公元63年 33年的期间 门徒成为使徒 对不对 被拆出去 传讲福音的时候 被打 门徒被抓 关进牢里 有史蒂凡已经被石头打死了 每一年 越来越多的基督徒 被这些看守圣殿的 法利塞人 文士跟祭司长 一直不断地拉着 拉着丢进牢里 你会不会被迷惑 30年 而且呢 你一直传这个福音 第二 你看的是什么 你看的是这个圣殿 越来越光环 越来越装潢 越来越漂亮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是一个牧师 我每次告诉你们说 OK 你们要信这个福音 信耶稣基督 祂爱你们 但是呢 你看 COVID 来了 我们就 又没有工作了 现在 等一下 可能 lock down了 但是呢 这个牧师一直说 信靠耶稣基督 耶稣爱你 你懂我的意思吗 他是一个矛盾来的 你要谨慎 你不要被迷惑 这个就是为什么 很容易被迷惑 他就说 将来有好些人 冒我的名来 说我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你们听见 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不要惊慌 这些事都是必须有的 只是末期还没有 还没有到 我们一读到这个末期 我们就想 远远的 那个耶稣基督 要来的末期 他那个时候的末期 对耶稣来说 就是 神的工作 神的工作是什么 不是透过摩西 给了律法吗 然后呢 就有了圣殿 对不对 圣殿要有祭物 对不对 要宰羊 宰牛 这个东西 要到一个结束 这个叫做末期 然后呢 有一个新的开始 这个新的开始是 人可以不献祭 来到神的面前 是一个新的开始 这个叫做一个新的世代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们每次读圣经 一读到末期末期 我们就没有想这个事情 我们一直想 可能现在已经有 世界第二大战 对不对 我们就想 世界第三大战要来了 不要这样子想 我们还是回到圣经 看圣经在讲什么 我再讲多一遍 什么叫做末期 末期就是 神透过摩西的律法 使人可以归向神的 这个工作到了一个结束 叫做末期 开始一个新的世代 是透过耶稣基督 来到神的面前 外邦人也可以 因信耶稣 来到神的面前 叫做一个新的世代 New Age 明白吗 所以呢 圣经学者是这样子的意思 他们的意思就是 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神把摩西的律 也一同跟耶稣 钉在十字架 OK 所以耶稣死了 就是对旧约 All Covenant 旧的这个约 也一起死了 然后呢 他复活了 就开始一个什么 新的约 所以今天我们要吃圣餐 耶稣说 每逢吃喝这个杯 吃这个饼 就是进入到一个什么 新约 OK 听懂了 OK 好 我们再看 好 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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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事情 第六节到第十三节 我们继续念 第八节说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地震 饥荒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OK 灾难的起头 是叫做 beginning of sorrows OK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的意思是一个 妇女要生产的时候 他会 他会有这个 产 产 痛 产 OK 叫做 sorrows 但是呢 一个孩子生出来过后 他的痛就没有了 对吗 OK 所以耶稣基督在讲的 这个生产 生什么 生这个新约 这个新的世代 其实是神的国度 OK 为什么叫做神的国度 因为原来神的国 或者他的 他的掌 他掌权 只是在以色列 对不对 透过犹太人 对不对 但是呢 神一直不断 他要 他的国 不只是要留在以色列 他的国要到什么 万民嘛 万邦嘛 所以神的国要开始迈向外邦人去了 这个叫做一个新的世界 外邦人可以来信靠神 是一个新的世界 以前没有的 所以要生产这个新的世界 这个新的神的国度的掌权 需要经过一个惨痛 惨痛是谁来痛 使徒们 门徒们 被逼迫 被杀害 因为他们传这个福音 叫做惨痛 OK 好 那我们再看 第十节 第十节这里是说 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 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 就是意思是说 耶稣的门徒问他 这个石头 这个圣殿要被毁 耶稣说 还没有 这个福音先要被传到万民 OK 所以我们就想了 福音传到万民 那个时候 使徒们跟门徒们 真的有把福音传到澳大利亚吗 有传到日本吗 有传到中国吗 这不是万民 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是用2021年的眼光来看 但是你要回到他们那个时候 什么叫做万民 我们就要看 使徒行传第二章 第四到第五节 他说 他们 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 五旬节的时候 五旬节的时候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 从天下各国来 住在耶路撒冷 所以从那个时候 来耶路撒冷过节 过什么节 这个五旬节 圣经已经说 他们是从天下各国来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从那个角度来看 他们那个时候 最远最远的地方 就是罗马帝国统治的地方 其实保罗也有讲过 在新约的书信 其实那个地方最远 对他们来说就是西班牙 Spain 最远的 所以从地图你看 所以福音有没有一直传 有没有传到罗马 有 有没有传到哥林多 有传到加拉泰 对不对 贴撒罗尼加 对不对 所以一直不断的传 有没有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大 然后从撒马利亚 一直到地极 这个地极就是罗马帝国 所以这个圣殿还没有被毁 为什么 他是公元七十年才被毁 所以他三十年到七十年 有四十年的期间 福音一直不断的被传扬 所以耶稣讲的话是对的 明白吗 然后我们再看 第十四节 第十四节说一句话 他说 你们看见 第十三节 我们先看第十三 恨恶 唯有忍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 所以刚才我说的门徒 使徒们 他们就是在 就是承受这个惨痛的 的这些门徒 因为他们被恨恶 他们被批驳 第十四节 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真物的 可真的 站在不当站的地方 那时在犹太的 犹太的 应当逃到山上 再防散的 不要下来 也不要进去 拿家里的东西 OK 这个经文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slide 这个经文 马可福音第十三章 第十四到第十五节 我刚才为你们读的 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真的 这个东西是什么 英文是说 abomination or desolation OK 所以 站在哪里 不当站的地方 那个时候 你要做什么 你就在犹太的 你应当要逃到山上 你在房上的 你不要下来 也不要进去 拿家里的东西 意思是说 你要赶快逃 你看到这个东西 你要赶快逃 所以我们 在2021年的眼光看 就是 这个是讲到 敌基督 Antichrist No 你看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讲的东西 是一样的 但是路加福音讲的 这个站在那行毁坏的 可真的东西是什么 你看 第二十节 你们看见耶路撒冷 被兵围困 就可知道 他成荒场的日子 尽了 那时在犹太的 应当逃到山上 是不是跟这个一样 还有呢 在城里的应当出来 在乡下的不要进城 是不是跟这个一样 所以其实这个 那行毁坏可真的东西是什么 什么东西要毁坏 罗马兵丁 罗马军队要围绕 要围绕耶路撒冷城 要毁坏耶路撒冷 你看到罗马军队围绕在这个城的时候 赶快跑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圣殿要被毁的时候 这是不是很清楚 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图画 这个图画 这就是耶路撒冷城 就是罗马兵队 他们是什么时候围绕着 这是历史 这个已经是历史了 他们是在余夜节的时候 pass over 余夜节不是很重要的一个节气吗 从北部 南部 以色列 全 百姓就会来到 耶路撒冷城 一进到这个城的时候 罗马军队就围绕着这个城 不让他们 进进出出 慢慢他们的食物就吃完了 水也喝完了 他就在那边等 一直等 那个时候历史告诉我们 管会堂 不是管 管圣殿的人 一直不断地宣告 神与我们同在 不要怕 不要离城 不要 耶和华 我们的神一定为我们征战 这是历史说的 所以他们就一直不断地留着 留着 把东西吃完了 水喝完了 到圣经说他们饿到妈妈都会吃自己的孩子 等到他们非常弱的时候 这个罗马军队就进来 就把城的墙倒了 然后呢 就把整个耶路撒冷城烧了 圣殿也就拆了 把圣殿里面的这些圣物都带到罗马 把一群犹太人成为奴隶带到罗马 这是历史 因为你可以看到一些雕像 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告诉我们什么 耶稣基督的话是真的 第一 他真是先知 第二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 耶稣基督 或者可以这样子说 神他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 在那个时候 还有另外一个 更比我们得永生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真的 如果你信靠耶稣基督 你真的就会离开那个城 因为他的话说 你一看到这个东西 你要离开 那你的家 你的家庭真的就被得救了 不是永生 而是你当下真的就被得救了 你懂个意思吗 他的这个预言 跟这个预告 可以这样子说 就是要免你的死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有历史学家 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基督徒的历史家 Eusebius 他是一个Christian historian 历史家 他这样子说 他说 耶路撒冷教会的人 得着从启示而来的预言 他们必须在战争前 离开耶路撒冷城 到培拉这个城市 这是历史 神的审判要完全领到 因为神职人员 神职人员就是管那个圣殿的这些人 敌对基督病他的使徒 他要彻底 就是神要彻底将这 那一代的恶人 从人类中除去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是那些逼迫门徒 逼迫使徒的 所以他们的审判 有没有领导 有 怎么领导 神借用罗马军队 来审判他的敌人 所以如果你读启示录 启示录那些 被杀了 就是被殉道的那些门徒 都祷告 主啊 还要等到何时 祢才为我们申冤 这是 这是启示录说的 就是我也相信 启示录 是在圣殿还没毁之前写的 所以有一天呢 我们有机会读启示录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看启示录 OK 好 我们继续看 那第24到25节 马可福音第13章 我们回到24到25节 这个也是一个 很令人家很难解的一个经文 就是 在那些日子 那灾难以后 日头要变黑了 月亮也不放光 众星要从天上坠落 天势都要震动 那时 他们要看见人子 有大能力 大荣耀 驾云降临 他要 他要猜遣天使 把他的选民从四方 从地极 直到天边 都 召举了来 OK 最令人家 困扰的是 这里明明说 我们要看到 人子 有大能力 有大荣耀 将云 降临 OK 我先告诉你 原文 他不是说 降临 原文只是说 coming 那个coming呢 如果说 从神的角度 我 从神的角度 就是他在天上 对不对 OK 他如果说 我叫你来 我叫你来 你不会说降临 对不对 因为降临带有一个 从上面到下面的 一个概念的 但是如果说 神说come 我从高处 我说come 你不会翻降临 你只是会翻来 对不对 所以比较正确的翻译 应该是说 降雨 降云而来 这样子 那这个是什么事情呢 这个就是 大尼里书第七章 的预言 但以理的预言 我们来看 但以理的预言是什么 但以理呢 在第七章 第十三节 他有看到一个异象 这个异象说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 观看 One verse up No 但以理的预言 No down 下来 Now Yeah Thank you 但以理 OK的预言 这样子说 我们来看 这里说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 见有一位像人子的 驾着天云而来 被领到 根骨藏在者面前 所以这个是什么 像一个人子 来到哪里 来到根骨藏 这个就是 Ancient of Days 这就是神的意思 他来做什么 他来得 得权柄 荣耀 国度 使各方 各国 各族的人 都 侍奉他 他的权柄是永远的 不能废去 他的国 必不 败坏 所以其实 这个经文 在马可福音 第十三章 他要讲的 他要描述的是 耶稣 死了 复活过后 升天 到全能 父上帝的右边 全能 父上帝 要赐给他什么 权柄 荣耀 国度 而且 他的这个国 他的权柄 是永远的 不能废去的 他的国 是必不败坏的 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为什么说 圣殿的被毁 是那么重要 是因为 圣殿被毁了 然后呢 神 的百姓 能够 靠近神 就完完全全 透过耶稣基督 不是再透过 耶路撒冷的圣殿 所以 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的意思也就是神的敌人全部被磨走 现在神的国 可以进入到犹太 撒玛利亚 到地基 外邦人都可以来信靠耶稣基督 好 我们做一个总结 所以借着圣殿的拆毁 借着圣殿的拆毁 神明确的表明 并证实耶稣是真正的先知 他宣告审判临到这个圣殿 第二 他象征不公义和排他性的建筑被拆毁了 还有透过耶稣的死与复活 神的国已经开始扩张 从犹太人到外邦的世界 阿们 好 最后最后 第三十节 第三十节 马可福音十三章 马可福音十三章 三十节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世代还没有过去 这些事都要成就 其实第三十节 给我很大的一个确据 我今天跟你分享的是 是对的 就是读经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那些把马可福音十三章读成 读成2021年的末期过后 这个经文就很难解了 因为他说 耶稣说 我告诉你们 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 这些事都要成就 这些事是什么事 圣殿的被毁要过去 你们明白吗 所以从公元三十年 耶稣基督讲这些话 到公元七十年 有四十年的期间 如果那个时候 你是二十岁 你看到圣殿被毁 你那个时候六十岁 是不是你的世代 你就看到 耶稣基督的这个预言成就 对吗 OK 所以 那我们这样子读 我们这样子读 会不会给我们 造成一个困扰 就是那耶稣基督 还会再回来吗 因为如果 圣经 这些经文都已经发生过了 在公元七十年 已经发生过了 那他还会再来吗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耶稣还会再来 但你怎么知道 他还会再来 我们来看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他说 死即是因一人而来 死人复活 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 照样在基督里 众人也都要复活 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 出熟的果子是基督 以后在他来的时候 是那些属基督的 所以我们还没有身体复活 我们就知道耶稣还没有再来 我们还在等待他来 是要使我们的身体复活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读圣经 读马可福音十三章 我们可以把它读成是 在公元七十年已经完成了 但是并不代表说耶稣不会再回来 他会回来 OK 好 这就是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 所以我们看一个最后的总结 最后的总结就是这样子 就是耶稣警告 他警告审判会临到 而这警告是什么 是真实的 所以可以说阿们 OK 神爱以色列 他事先警告他们 是为了要救他们免于免亡 对吗 OK 第三 耶稣的事工与以赛亚 耶利米 以希洁 等先知的事工相识 这个会让我们看到旧约的重要性 因为耶利米也是一样 耶利米是活在巴比伦要来 掳掠耶路撒冷的时候的那个时代 耶利米一直告诉他们说什么 不要抵抗 不要抵抗巴比伦 因为神要将巴比伦 祂要使用巴比伦来审判以色列 但是呢 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一直悖逆 一直想要反抗反抗 所以巴比伦才会把 第一个圣殿 那个是叫做所罗门的圣殿 把它毁掉 所以你可以想象 现在耶稣基督来 现在的圣殿叫做西律的殿 这个第二个圣殿 他的工作也是一样 他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什么 不要反抗 爱你的仇敌 不要敌对他们 他们叫你走一里路 你跟他们走二里路 但是他们一直不断的反抗 反抗对不对 到这个罗马 军队呢 没有办法 要把耶路撒冷跟圣殿给毁了 所以耶稣基督的话 跟耶利米的话是一样的 所以你记得有一句 有一个时候 耶稣问他的门徒说 人说我是谁 然后门徒说 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 有人说你是耶利米 为什么呢 为什么他们会说你是耶利米 因为他给的这个警告 跟耶利米的警告是一样的 叫他们不要打仗 不要打 要接纳 要爱 其实神要爱外邦人 外邦人就是罗马 罗马人 就是爱他们 他们就是不听 第四 神会突然领到 证实在他里面 持守忠心的人 证实在他里面 持守忠心的人 就是他会救他们 他会为他们伸冤 最后 神的居所 不是特定的地方 而是在耶稣里 并在教会中 今天的信息 我觉得 我从小读圣经 被教了 都没有这样子看 到2015年 差不多7年前 我读了一本书过后 我看到 原来神 圣经学者 就是在神学院教课的那些老师 是这样子读圣经 然后我就说 他开启了我 公元70年 圣殿被毁 是那么重要的事情 从那一刻开始 从那一刻开始 我就慢慢地明白 神的国降临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神已经不是要 他的恩典只留给以色列 他要 他的恩典 他的荣耀 遍满全地 就明白 这就是神的国的意思 就是外邦人跟以色列 犹太人可以进到神的国 透过耶稣基督 与神和好 信靠神 这就是神的国 然后从那里慢慢就看到 教会的 的这个目的是什么 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的意义是什么 然后就一步一步一步 就让我 那个时候我是 我还在 常常去 去法院 那个时候2015年的时候 还没有 还没有被审 然后我就开始读启示录 所以有一天呢 一个牧师就问我 一平你在做什么 我说我在读启示录 他看着我 你天天去法庭 你为什么要读启示录 我说因为我看到一个新的东西 我从来没有看到 我们开始看到圣经是一个故事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是一个故事 而且很多东西圣经里面讲的 已经发生了 然后就改变我对神话语的看法 一直不断地 我就阅读就越 越有生命 就哇 这个太好了 太 amazing 然后我就想 我真的要去神学院 因为我太多东西在我脑袋里面 我需要有一个老师 我需要有老师 我可以问问题 到底我这样子的想法是对的吗 所以我今天还没有跟你们分享之前 我还写信 写email给我的老师 我问他说 你会 是不是这样子的看 是不是这样子的看 他还回答我 嗯 对 我也是这样子看 感谢主 耶稣基督 他爱人 他爱我们 他爱以色列 他来 给他们一个预告 将来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你们要谨慎 谨慎的就逃亡 免死 不谨慎的就在那个时代 遭受最艰苦最艰苦的逼迫 Amen 所以神的话语 是要帮助我们 要救我们 我们期待 圣灵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 已经是神的国 的彰显 因为我们是外邦人 已经信靠耶稣基督 Amen 我们一起来祷告 感谢主 主我们真的感谢你 因为 你爱我们 你没有忘记 外邦人 主耶稣基督 你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 是要 把旧约 给做一个 结束跟完成 然后把我们 带到一个新约里面 主啊 你要把 拦住人 靠近神的 东西 一个一个都拿掉 从圣殿开始 最装华 最 最伟大的一个 一个建筑 主啊 你都要把它拿掉 因为你爱我们 你爱 你要我们可以 没有拦阻的 来到你的跟前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还没有结束 我们的聚会 你听到这样子的信息的时候 你会 你还会 一直不断的 在你心里面 担心 神没有 与你同在吗 你不会看到 神已经 做 奇妙的事情 把 人都想象不到的事情 他都 完成了 人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过 还没有进入人心 神预备给他 爱他的人 就是 耶稣基督 可以成为我们的救主 他可以 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可以信 靠 我们的上帝 我们不要有 任何的拦阻 今天你有什么需要 你都可以祷告 你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求阿爸父 爱你的神 愿啊 接受 应允 你的祷告 主啊 帮助我们 在我们的软弱 我们的 担心的 这个 生命 所有的 种种的困扰 还有忧虑 的当中 主啊 你来帮助我们 医治我们 使我们看到 你的信实 你的能力 你的恩典 够我们用 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耶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